大家好,2021年,第一次见到大家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两天我们PCN网站有很多新闻的报导 其实很多都围绕着CES2021 CES2021,如果大家有知道 原来过去每一年一月份 CES在美国的展览会 都会是每一年科技产品 蓝图的一个显示的地方 无论是早年的CES的Kelux Beach的开场白 那个Kelux Beach其实是挺重要的 近年就没有了Kelux Beach 但是很多新的产品 特别是上半年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产品 都会在这个CES里面做一个发布 不过今年的情况就有点特别 因为肺炎日程 其实整个CES就移私了网上举行 而举行的时间就由下个星期一开始 所以正式来说 CES就下个星期才有的 很多产品的资料都会是下个星期 才会正式公布 但是一些大的品牌 其实在这个星期 甚至乎我们看到 12月底已经有个别的品牌 是做了一些product briefing 当然会夹了 有些会是今个星期才正式可以说 比较触目的就是前日和今早 就是Samsung和Sony 两家电视机的主要品牌 都发表了他们今年新的电视机 那为什么电视机 今年我会抽出来跟大家说 其实过去每年都会说 比较多电视机的发展 但是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回去年的情况 好像出8K好像很大件事 但是其实市场会告诉你 8K不是那么容易推的 起码消费者不是那么有直觉地 说有8K我就要上8K 其实大家会看回 原来其实很多现在的电视机的尺寸 都是以55、65、65 最多都是75为主 那在一个不是很大的画面 例如他现在说的55吋 虽然去年都会看到 有一些55吋的8K电视出来 但是那个benefit 其实大家不是很见得到 而很多信员本身都是4K 所以以整个市场份额来说 4K仍然是一个主流 但是我们会看到 4K电视在去年 其实有几个牌子 都去到一些樽颈位的 就是你说跟上一年好像没有太大分别 那最多最多就可能多了一个HDMI 2.1 或者我们叫做4K120的支援 这样 对应新的游戏机 那除此之外 好像就差不多 所以今年的电视 其实我们去年年底 我们自己都做过一些评估 究竟2021年的电视机 再有没有什么突破呢 评估过之后 其实大家都会看一下 应该就是一些新的Panel 就是技术 譬如是说MicroLED Mini LED的技术 有机会用在一些电视机的产品线上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Gadget Live 去年其实都会做过一支 华锡的显示器 我们在Live Demo给大家看 那只华锡的显示器 就是用一个Mini LED panel 如果大家记得 或者看回那条片 因为都好像半年前 我记得 你会看到Mini LED 其实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背竿做得很光 就是对比度很强 比起普通的LCD 或者LED背竿 就相差都挺大 那当你用在一部电视机 那么大的画面下面 究竟画面变化成什么 那大家就 比较有点期待 好了 那现在电视机 几个大品牌 比如Samsung Sony 就已经发布了 那下个星期 就会有LG的发布 那是下个星期二的时间 那我们看完那个Beaving 其实都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那看了Samsung Samsung和Sony 今年它们怎么行 那Samsung 就很简单 就是它就做了一个 一个mini LED的8K的QLED 和一个mini LED的4K的QLED 电视 那就是 就是 型号 叫做 8K的QN900A 那4K的QN90A 就是只差一个0 那这两个电视 它改了用mini LED 它改了用mini LED 而名字也改了 叫做Neo QLED 那QLED电视 为什么会用mini LED 其实过去QLED的电视 都是要透过一个LED背光去做的 但是问题是过去的 过去的LED背光 就是我们如果相对 它的对手 可能在说OLED 那QLED 其实你要很光的情况 它是做到的 但是当你要去到一个暗位 或者是一个对比度 很强烈的情况之下 就是无论是我 好 很多同事 就是见我试电视 其实都会看到的情况 就是说 之前的QLED 当你关掉画面 突然间暗了的时候 那些暗部位 其实它的控制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比如这些暗部的细节 或者是一些暗 整个画面很暗 突然间有一个位置 突然间很光的情况之下 那种控制 它是比较难去驾驭得到的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 如果它转了用mini LED 它那个背光 理论上是可以控制得好很多 原因就是mini LED 因为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一块一样是白色的LED panel 但是它每一粒Pixel 其实是小过现在的 是现在LED的四十分之一 那么 是不是都可以一条影片 可以展示到这一样 是的 是的 现在播正了 那就是 是的 四十分之一的Pixel 那你会看看 如果大家都是一部 75寸的画面 那你里面可以容纳的Pixel 就是多了很多 那你变成了每一个光源 它那个控制的密度 就会密了很多 那个每一个大圆的那个 去穿和穿 那这个呢 就过往 如果你用LED去做这一样 首先就是会有一些技术的限制 其次就是那个 耗电量 和那个 控制板 那个控制能力 都要很高才做得到 那比较难去生产的 那又是转了用mini LED 那这一方面呢 当然我们没有实物看 因为如果过往 我们有机会有同事 飞去到美国 我就会叫他 看看实物 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 那但是现在我们 就不要飞去看 那纯粹都是看 Samsung本身的一些发表 那最主要就是 有这个mini LED 那除此之外 其实今年Samsung 亦都在两个大的画面的 电视上面 就出了一个 Micro LED的型号 那就是有110吋 和99吋两个 那就是用Micro LED 那Micro LED 和Mini LED 有什么分别呢 那麦 那个Micro LED 它本身 每一张Pixel 它的密度 是比Mini LED 更加分的 那它由于可以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它可以印刷 去一块通电板上面 就可以做到整块电视板 那么就不需要 所以要在背竿上再加一個LCD 其實原理就有些像OLED 它是可以自家發光有RGB三眠色 但它給OLED的好處就是 整個構造比OLED更加簡單 基本上在一層基板上 就可以印刷了一個Micro LED的LED燈上去 在上面放成玻璃就已經可以完成整塊Panel生產的工序 就會比OLED更加簡單 還有它有些OLED的好處 譬如OLED是一個有機發光的Panel 其實它要通過通電去做一個電極的化學反應 令到OLED發光 但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它就會有一種壽命的限制 所以長時間或者用到很久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衰減 或者我們有情況你會看到有些燒印的情況 雖然近年OLED其實有致力去改善這件事 但始終這個也是一個仍然存在的一個OLED的弱點 Micro LED就完全沒有了這個問題 其實在LAP上的測試來說 如果一部Micro LED的電視 隨時可以用超過10年 都不會看到畫面有些很明顯的衰減 這方面對產品的壽命來說會有一定的保障 但問題現在就是因為Micro LED 它是整個在Panel上面編織內 例如4K就是2800萬顆Pixel 印上去的時候 你無論那個尺寸多大也好 它都要印這麼多顆Pixel上去 那你會問 因為它不是用剪裁方式的 如果那塊Panel你要做一個細尺寸 但又保持這麼多顆Pixel的時候 其實在細尺寸 即每顆Pixel還要再密一點 現在的製程來說 就未做到 例如在65吋或55吋 做到一個4K那麼高的密度 有機會要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的時候 才有機會做到一些 再細小小尺寸的Micro LED的電線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一出就會先出180吋和99吋 也是因為暫時有這個製程上的限制 其實Micro LED我們前年 應該是前年看過一些市產的產品 其實都是走這麼大尺寸的 都是一塊81吋的 那時候好像是一個 HOME CINEMA 即是一個CINEMA的設定 因為其實8吋都真的很大 好像記不記得我們去EVA 好像The Wall 那樣的Family用的The Wall 類似這種設計 當時都是用一個 Micro LED的展示 這兩方面就是一個 很突破電視的技術 但是我們看回Samsung這次的發表 其實除了用了新的Panel之外 因為它不是全線產品 都用這兩隻新的Panel 譬如Micro LED都是兩部大的尺寸的機 香港的情況一般就未必會用得到 而Mini LED也會在NEO QLAM上面 兩個頂級的型號才會用 即是Q90和Q98才會用 其他型號也會用現在的LED的Panel 但是我們看到比較特別的就是 其實今年Samsung除了用了兩個新的Panel之外 它在那個四十幾分鐘 即是第一晚我們看那個四十幾分鐘 那個發佈的影片裏面 其實它有很大的時間的篇幅 是說了他們希望用一部電視機 怎樣去因為現在這個叫新常態的情況之下 怎樣令到更多人可以透過這部電視機 做到他們更加多不同的工作也好 如來也好 那這方面就不一定只是Micro LED 或者Mini LED受惠的 其實是未來你設計一部電視機的時候 比較多人去受惠得到 其中一樣就是一些它會照顧到一些 可能是視力有問題的用家 過去如果你視力有問題 其實視力有問題不代表你沒有看電視的權利 首先 因為如果大家有用一些智能手機 其實無論是iPhone或者Android 其實都有一些給視像人士用的一些功能 譬如是一些色弱的人士 你可以做到一些很高對比度 很高對比顏色的一些 Film的setting 放大文字 或者是一些文字的閱讀功能 或者是語音控制的功能 所以Samsung這次也在電視上 都準備去做這件事 有幾個在電視上做到的功能 比如是比較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它可以改變那個畫面的顏色 譬如它可以把某些顏色再加深一點 令到一些色弱的人更加容易看到那些顏色 第二件事就是它有一個字幕的移位功能 譬如它可以把那個字幕自動去 highlight到某個object裡面 令到大家看到誰在說什麼 第三件事就是會有些字幕的閱讀功能 譬如有些人可能他真的看不到電視的 但是他透過開著這個功能 他也都可以知道那個電視節目 究竟是說什麼 可能劇情片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但是如果是一些documentary 一些紀錄片這樣 其實或者新聞都相當會有用的 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都會不錯 但是當然這個功能 而三星他們的公佈 就未是這麼快有用的 他們估計都要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乎20 即目標是去到2022年 就陸陸續續就會開發這些功能 那這幾方面我覺得都是 但是針對電視未來的應用 就是會更加多不同的層面 那另外現在這一年 三星的電視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就是譬如是那兩部 MicroLED的大尺帳畫面 其實它會有一些 將屏幕是一開四的功能 就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用畫中畫的時候 都是開二的畫面 兩個畫面 可能兩個信員 或者是你一邊上網一邊看電影 但是新的技術就可以做到四畫面 那四畫面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再多幾個sauce一起入 或者是你可以開電腦 當成電腦螢幕用 因為很多時候家裡 如果很多人都要work from home 真的有機會拿著螢幕用的 譬如你用一部notebook 可能你嫌螢幕不夠大 那我想去找個大一點的螢幕 以前就可能利用電腦顯示器 但如果電腦顯示器 可能電腦也有其他人用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電視機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實用性 另外也有Google的視像會議功能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功能 其他網路可以支援Microsoft Office 365 那如果你真的要在家裡工作 又不夠電腦用 那你有一個keyboard mouse 都可以做到某些office的工作 其實這方面也是考慮到 現在的所謂新常態 大家的work from home 那個要求 所以我看見 其實Samsung就不一定是 將整個發展的方向 放在畫質和聲音上面 可能我們過去玩拍影音 第一件事 畫面漂亮不漂亮 聲音好不好 但你會看到Samsung 就不只是強調聲畫質素 除了聲畫質素之外 它也會考慮到電視機 究竟在其他用途上 怎樣可以發揮 那這個也是印象比較深的 當然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細微的位置 遙控器就改用了一個太陽能的電池 那麼機背的遙控器的底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太陽能的充電板 那這個好處就是 代替了你去用一些不心電 雖然你說 可能我一支遙控器 用不了多少支不心電 可能你一顆不心電都要用一年兩年 才會換電的 因為遙控器不是經常換電 但是你說全世界 如果以每一年電視機的出貨量 每一部電視 跟兩條不心電給你 那其實那裡也是一個 挺損耗地球資源的一個 source 那所以就 少少地加起來 加起來 其實那裡也夠到地球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一些環保的設計 那另外一個環保的設計 就是那個電視機的包裝盒 那過去我們用買這部電視 無論你幾大部都好 通常都是個盒 留七天留十天 這樣 那部電視沒事了 過了這個換貨期 那都會考慮 丟掉它 那有些人都是家裡比較大的 或者他有地方 儲起一個盒 他會儲起一個盒 那這次Samsung 就在那個電視機的盒上 就做了一些 Di-cut 那不同盒 就可以砌一些不同的模型出來的 譬如有些可能是一些 放雜物的小紙盒仔 那有些可能砌一些動物的模型 給你的小孩子玩 那這個Gimmick是有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好像你玩過 買部Switch Round 他有些任典堂出一些紙盒的模型 或者玩具 那樣 但是實用性高不高呢 就是我 就真的看市場反應了 就是有沒有人 會這麼有恆心 拿去這樣玩 當然我自己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可能他們會很高興的 因為正常 不要說這些 正常他們見到的紙盒 都會玩一頓糞便 那 這個挺堅密的位子 但是就 未算上升很高 就是相對剛才那個太陽能遙控器 就 這個意義來講 我覺得太陽能遙控器 那個意義會大一點 是的 那 Samsung 部電視 就 香港就 都沒有時間秒的 但是 我相信 今年的 就是Micro LED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究竟 將它放到QLED裡面之後 究竟 在那個畫質上面 有些什麼大的改善呢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好了 那 除了Samsung之外 剛剛 今天 今早 凌晨的時候 Sony都說了他們的電視 那 其實在這個 發佈會之前 大家都會猜 會不會 Sony都會 好像Samsung那樣 用一些新的Panel技術呢 那 但是 出來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 Sony 它這次 就是 發表了 一個新的處理器 Belfia XR 那 如果你說回 Belfia 它在 電視上 上一代 用那顆X1 處理器 其實是 最早第一代的時候 已經是2015年的 產品 那 距離現在 都有六七年的時間 那 當然 在 X1這麼多年以來 都 有一些 改良版 就是 X1本身 有第二第三代 另外 亦都 有一些 進階版 譬如是 X1的Extreme 甚至 X1 Ultimate 那 其實去到X1 Ultimate 那個性能 都相當之 強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譬如我們去年 看回 上一年 就是2020年 就是Sony出的電視 那它都是用著 譬如高階型號 都是用著X1 Ultimate 普通版的電視 都是用著X1 那 當你再去說 報電視有什麼 改良的時候 其實 可以改的位 或者可以再加強的位 已經 不算很多 如果你看回 2020年 相比2019年 那批Sony電視 幾乎都 所謂的改良的地方 可以是可有可無的 比較特別的一個位 就是 去年有一部 X9000 X9000 X9000H 就叫做 有4K120的支援 但是 我們實際試過 它那個4K120 也都是 未齊全的 相對可能 你會搭 PS5 也會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搭 電腦 或者你搭 Xbox Series 那就未必用得了 所有的功能 所以去年的Sony電視 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我自己覺得 今年它就正式轉了 用這個Balfair XR的處理器 這個XR的處理器 如果要很詳細說 是有些複雜的 是的 是的 好了 這個Balfair XR的處理器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如果你看回LG 或者Samsung 在前年開始 其實它們已經是 將一些AI功能 放在他們的圖像處理器上面 就會自動去分析 畫面的物件 再配對一些資料庫 去做一些畫質的調整 甚至乎是因應你那個環境 看電視環境的光暗 去做一些昇畫的調整 其實這些功能 部分來說 之前X1的Ultimate 都懂得這樣做 但是始終X1的Ultimate 有一個問題 就是X1系列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對聲音的處理是零的 它只是一個影像處理器 聲音的部分 完全沒有去處理的地方 靠電視機本身的聲音處理 但是其他的牌子 基本上都已經做到影音處理 所以這方面 X1是比較吃虧的 這次這個Buffet XR 就叫做 多了一個叫 認知智能 它不是叫做人工智能 那麼認知智能 跟人工智能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可以大家看看 這條片就是解釋 這個Buffet XR的認知智能 簡單來說 這個認知智能 就是它無疑 它以一個人看一個物件 不論你是看電視 或者人對人聊天也好 或者你在去旅行 你看風景也好 其實每一個人的視覺 都會有一個焦點 就是你看電視 看著對白人的主角 或者是人和人聊天 我會看著對方 甚至乎看著對方的眼睛 或者我看風景 我會看主體 你不會放空去看這件事 你會有焦點去看這件事 那麼它就會用這個人去看東西的習慣 或者一個自然反應 去模擬這個處理器 去檢測一個畫面 究竟這個畫面裡面 哪一個物體 是一個主體的物體 好了 如果它已經檢測到一個畫面 可能有一個人在講對白 那應該這個人就是一個主體 又或者是有一個物體 佔整個畫面最大的比例 或者這個畫面佔一個畫面 它是最光的位 那其實它就會先把一個畫面 做了很多層的分擦線 比如光暗 對比 RGB 顏色 先做了很多分析 再從不同的分析去計算 究竟哪一個是那一格畫面的主體 好了 計算了之後 它就會做一個畫面 即是再去分派工作 再去分派工作 去做一個畫質的調整 這個調整 這個調整 就包括了顏色 對比度 解像度 或者是一些邊緣的 一些Sharpness 總共有13種項目 是用來進行這個畫質調整 其實這十幾個項目 有部分是源自X1 或者XO甜味 已經有的功能 那它大致不過前面 就再加了一個認知智能 去先做了一個畫面分析 那理論上 經過這個認知智能處理之後 那個畫面的處理的準確度 是會更加之高的 是的 那就是 我們未有實物體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回 或者我晚一點 會將一些 Sony官方發放視機的畫面 發放給大家看回 晚一點大家可以去PCM的網站 那 你應該會看到 中間會有什麼分別 當然那個分別 其實如果 深水清的朋友 你會看到 如果電視機 你可以容許的 光度越高 對比度越高 出來的畫面 亦都是分別的效果 會更加明顯的 那這個我稍後 晚一點 我再用文字 和相片 再跟大家詳細去說明一下 那今次這個 Buffet XR 除了畫面之外 亦都會有聲音的處理 那聲音處理 就有兩個功能的 一個叫做 XR Sound Position 另一個叫做 XR Surrounder 那XR Sound Position 就是因為 現在電視機 基本上畫面都很大 那如果 你要做到一個定位 基本上 已經可以做到 你將那個聲的主體 定位定在電視畫面上面 某一個位置 而不再只是早期的電視 就是 可能電視機的喇叭在底 那你大聲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 那些聲音 在電視機的底 走出來 好 後期再改善了 它就會 將電視機的發聲 可能在四邊再加多幾個喇叭 令到那個發聲的定位 移去畫面的中間 但是現在呢 它甚至乎是可以 將它定位 就是 跟著那個 主要的物件 去做一些 再細微的定位 譬如 原來趕夜那個人 那個 位置 它是一個畫面偏左的位置 那其實那個 你就會聽到的聲音 就微微向 那個 主體的位置 移動的 會移動的 但是其實這個功能 在其他牌子電視 即是去年已經做到的 即是Sony現在才做到的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 XR Surround XR Surround 就是將 大部分 我不敢說是全部 即是大部分的 立體聲 將它模移回 去 5.1的 Surround 而電視機 今次 除了去年 或者再前之前 Sony電視有兩種發聲系統 一種就是 例如OLED 它就是用屏幕發聲 即是後面會有一個 震動器 令到畫面玻璃 是做一個 Surface 的喇叭發聲 那如果 LCD電視 就是在畫面的下方 兩邊 都有喇叭的 主喇叭的下方 左右兩邊 就有高音喇叭 令到 聲音的定位 就移了 上去畫面的中間 那今次 如果是 Sony電視 即是有 這個 Belfare XR 那幾個型號 會在電視機頂部 再加上喇叭 變成 你在家裡看電視 除了可以 那個定位 會更加多 細緻之外 另外它出來的時候 頂部的兩個喇叭 就可以做到 5.1.2的天空聲 那它會透過電視機 上面 反射上天花 下來給你聽 那你聽到 那個包圍感 就會比以往 好很多 但當然這個 也不是一個 很新的功能 因為其他電視 像Personic Samsung 都做到 這件事 在去年 不是最新 不過以Sony來說 就是 過去沒有 而它今年 有的功能 這樣 好了 那大家其實都會 關心 即是說 除了在處理器 多之外 那 其實整個電視機 佈局 Sony今年 怎麼擺 那如果用到 Biofit XR 這個處理器 它現在發表了 5部電視 第一部 就是 8K 叫做 Z9J 是一個 8K 的 LED電視 有85吋 和75吋 兩款 那 外形上 其實 跟上一部 Z9H 分別 不算很大 那 那 都是一個 LCD的電視 可以支援到 8K的 up scale 那亮度來說 它這個 是一個 全熱陣式的 LED 背光 它的光度 最高 是15倍的 光度 那 就 適應 這個 8K電視 對 光度 對比度 那 另外 下面 OLED 有兩部 A90J 和A80J 那 A90J 的尺寸 有83 65 和55 三款 那 A80J 就是 77 65 和55 三款 今年 如果你說 新機 就沒有去年 Sony 那部48吋 很厲害 即是現在 你看到 沒有發表到 48吋 那部機 那 90J 和80J 究竟有什麼大分別呢 那 當然 那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我相信 90J 那個 光度 會再高一些 比起 80J 原因就是 因為這次 90J 我們沒有看到 實物 但是 外國的報道 因為這次 90J 機背 它就用了一個 全金屬的機背 那麼 就有利 散熱的表現 那麼 估計 就是 因為90J 有機會 會再推光 那個電視 就是那個 OLED 那你推光 的時候 就有機會 那個熱度 就會增加 所以它就 改用了一個 金屬的機背 好了 那麼 兩者 分別 就不算很大的 是的 那跟著 去到 如果是 LCD 就有 X95J 和X90J 兩隻 X95J 就有85 75 和65 3個尺寸 主流 我相信 就是90J 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尺寸 比較多 有75 65 55 和54個型號 如果功能上面 如果大家 今年 幾部電視 都是用了 BIOFIT XR 其實大家 那個分別 就不算很大 如果大家 有看去年 可能 它頂級的機 就用 X1 X3 可能去到 X9000H 就用普通 X1 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但今次 這五部機 即是 8K加上4K 加上5部機 都是 用 這個 BIOFIT XR 那大家 那個分別 其實就 比較小 主要的分別 就是 可能在畫面的亮度 就是可能 A90和A80 比 A90會更光 A95比 和A90 比 X95和A90 比 X95的光度 會更光 其他的分別 就會是 譬如 X95 或者是 8K那部 Z9J 會多了 防反光的畫面 這樣 而 X90J 就是 會有一個 看看 它也是全裂陣的背光 但是 會比較暗 少少 而X90J 那個機身 就會比較簡單 那今年 Sonic 其實它也有做了一些很其他的功能 譬如 我們看到 它除了是 用了新處理器 也都是 將那個Android TV 系統 改了 用一個叫做Google TV Google TV 其實就是Google 就是 去年 好像上 11月的時候 發表 它那個Google TV 當告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 我用了一個新的Google TV 系統 就不是Android TV 當時 我們就看到 好像改了名字 做Google TV 但是 大家看看 它的界面 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相比之前Android TV Android TV 無論是7.0 8.0 9.0 甚至10.0 也好 其實Android TV 的界面 都是以一個App 為主 就是你會看到 那個界面上面 有不同的App 一個一個icon 放在那裡 那就是 去到Google TV App那個icon 就已經 不是不見了 它收起來了 那你會變成 一行一行畫面 每一行畫面 其實就是 你每一個 串流的 來源供應商 它到底有什麼片 給你看 就是 由App 導向 變成 一個 內容導向 的一個界面 來的 那如果你說 你是 比如說美國 或者日本 其實是很多 很多不同的 串流畫面 基本上 你就不需要 先進入那個App 再開一下那個App 裡面 究竟有什麼 看 那如果是Google TV 新的做法 就是 其實我一掃進去 就有不同的節目 在那裡 我就不需要 考慮它是 什麼App 或者是 哪個Service 對 適合 那 操縱 原理 有這個 最大的分別 那當年 Google TV 例如Google Assistant Google Home Control 這些都完全都有 Conecast 這些都會有 那這個 如果大家有 用開Android TV 應該就 不會太陌生 最主要就是 整個界面 不同了 而Sony 也是 第一個 Google TV Google自己 Google自己 以外的 第一個 Fair Party 的廠商 就用了Google TV 這個系統 那另外一個 就比較特別的 就是 今次 我不知道香港 會不會有 甚至乎 有機會 沒有 就是 今次Sony 在美國發表的時候 就說 如果大家 買了 剛才說的 這幾部 Belfare XR 內置的 電視 的時候 其實它會內置了 叫做 Belfare Core 的 串流服務 那Belfare Core 是什麼 這個 Belfare Core 我看完整晚 整晚的 發表會 最驚喜就是 這個部分 反而是 Belfare Core 就是 Sony 除了 做電視 其實它自己後面 都有很多 電影在手 尤其是 Sony Picture 的電影 有新有 有新有 它就會把超過一拍 挑選了一百套電影 就擺在 Belfare Core 裡面 而這批電影 很多都會經過一些 畫質的處理 就是 做了 optimize 之後 有大部分 都會變成 imax enhanced 的版本 譬如 好像 Spiderman 之前 都是 在一些串流平台 出現過 imax 的版本 沒有正式 發行過 影碟 這次在 Belfare Core 裡面 你就可以 免費 在美國 它昨晚公佈完之後 如果我再去看 它的網頁上面 一些小的 Terms 如果你是一些 在美國 買了這個 Belfare SR 的電視 高階的型號 你可以在這八套電影裡面 免費選擇十套 如果是普通的型號 可能我猜是90 那些 便宜一些 就可以免費選擇五套去看 那就是 是這樣的 而不是一個 收費的串流服務 它現在 就沒有說 會是收費的串流服務 它是 當作是 一個 promotion 形式去做 我覺得 有點浪費了 因為 你 去建立一個 串流平台 而這個 Belfare Core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 它串流的影片 會經過 IMAX Enhanced 的處理 就是整個畫面 16-9 你可以用盡 它 還有聲音 會變成DTS Ace 的Surround Sign 好了 聲畫 提升了 而它串流給你的 檔案 那個 串流的速度 是去到 80 Mbps 80Mbps 當然是 一個什麼 的數值 其實已經是等同 你一隻 UHD的 藍杠碟 看碟的 Bitway 基本上 就跟看碟一樣 我印象串流 裡面 沒有人試過用到 80Mbps這麼高 其實4K 都是十多Mbps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值 但是 Berfit Core 它要求 User 那邊 User 你在家裡看 那條 Bandwidth 最少有 30Mbps 最高是 185Mbps 如果它 除了80Mbps 比你的時候 你的線 要有 185Mbps 留一點 做不發位 所以要求是高的 其實是好事 因為你可以透過串流 看到這麼高質素的影片 但我相信 其實 Sony 昨天晚上做完Keen Look 那條影片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 Part 2 這個Part 2 就是 它會比較詳細 再說回 Berfit Core 是什麼 那 那個主持人 其實就透露了 一些 其實整個 Berfit Core 的Program 它還有些 細節 還沒有 提出 現在可以說 就是說 當是一個 Promotion 的形式 那你買了電視 就可以下載 來看 那 Within 去到2024年 都可以看 的 譬如你贏了那10號 你可以 一直看 一直看 那 可以到2024 那 如果你說 新買電視 那 一年 你都可以 Active 那個帳戶 那 但是 我相信 這個 Berfit Core 有機會 變成一個 收費的平台 就是不會 貿貿然搞到 那麼大堂的東西 那些片 都沒有 過了 跟著 當Promotion 每人選10套 那我想 第11套不行嗎 沒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會 變成一個 收費的平台 那 但問題就是說 無論是這個 Berfit Core 甚至乎 我再回頭說 就是 電視究竟 是否支援 IMAX Enhanced 如果看回去年的情況 IMAX Enhanced 就只是 紀錄了美國市場 即Sony的電視 那 你在美國的 Sony電視 就有支援 IMAX Enhanced 但同一個型號來到香港 就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其實 不代表電視 不能穿 IMAX 而是說 它可能是一些地區性的 製錄 那在 其他沒有製錄的地方 或者它沒有買到製錄的地方 就 變成拿不到 它不可以 它有這個 IMAX Enhanced 但是去年我們試過看 一些 IMAX Enhanced 的電影 其實這部電視都出到 不會說很大問題 當然它未必有一個 Icon走出來 但是 這次好在就是 無論是最高級的那部 8K的Z8J 甚至去到最低的那部 S90J 都好 全部機都會有 Dolby Vision Dolby Atmos 就 IMAX Enhanced 我不說了 因為香港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 Netflix的校正模式 這些 那麼多型號都會有齊 就不會說以高階型號才有 低階型號沒有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就是 去年HDMI 2.1的支援 只有一個型號有 還要只有三號四號頭有 那麼 今年 雖然香港Sony 就沒有把SPEC 放上他們的網站 如果大家想看香港Sony 網站 就是有待公佈的 我今早看上 要有待公佈的 好了 但是 我看回一些 已經放了SPEC 上去的 Sony網站 這五個型號 它們 所有的HDMI 即是五個型號 應該基本上五個型號 都會有四個HDMI 進入 四個頭 都會支援到HDMI 2.1 而裡面是包括了這個 4K120 這個 這個 ALLM 這個 BRR 那 所以 應該就全部 走完整個HDMI 2.1 的規格 包括了 EARC 那 這個 今年 我想大家就很放心 就配合任何 遊戲機都OK 不會像去年 遇到你用 那 這個 我覺得OK 今年買電視 真的齊了 雖然它說 不是用 Mini LED 甚至是Micro LED 但是 你買一部 LCD 便宜的可能 你買X90J 那 基本上都有齊了 就是上級機所有的功能 就是你掃手指都齊了 那當然畫質上面會有分別 那分別多大 到時到了之後 大家再看實物了 那 那暫時就 當然 在直至今天來說 和CES相關發表新的產品 就不僅是電視的 其實電腦都有一些發表了 不過電腦就 我們下個星期 就是等其他牌子出齊 或者大部分都出了之後 就再和大家做個總結 就是 究竟整個CES 有什麼值得 大家今年注意的產品 其實都幾多下的 就是 不要說是 疫情 或者市場 究竟經濟環境是怎樣都好 看到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新常態之下 很多電腦產品 反而是活躍了 還有很多技術 就是去年 可能剛剛走出來 我不知道市場需要消化 還是很多東西 要回到零 那 都是有些事 譬如電視剛才說了 HDMI 2.1支援 有些AVM去年 HDMI 2.1也是出事 是的 那今年新出的那批 就好像沒有了這個問題 下個星期都可以和大家說 另外電腦 Notebook Notebook都有一大堆機 那 就 因為聽聞 AMD和NVIDIA 都會有東西 launch 都是Mobile 大家應該猜到是什麼 即是 desktop出了 相差Mobile 那些 是的 都寫了 是的 沒有正式說 昨天寫了一篇HENOVO 但是 還沒有寫完 還有的 下個星期才能說 現在不能說 多謝的 今年 雖然說我們人不能去CES 但是 就 透過 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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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 透過他們的 方法 都會做到不同的 宣傳功夫 那這個其實我們都開一集說 找了Martin上來 大家說 那些 品牌的公關 怎樣去和我們 去夾東西 那 那 比以往派的同事 去美國 美國的感覺 就很不同的 那 以往派的同事 去美國 就做死的同事 即是他一天 跑了很多場記招 連泡很多日 那 我們就 看著究竟什麼發生 但是 當大家 這樣 online做的時候 就 我們可以分散一些工作 即是不同同事 看不同的事情 以來就 可以 多一點時間 去做一些 背後的 research 但是 那個不好處就是 我們看不到實物 因為有些產品 可能是 它 今天發佈完 可能是 幾個月後 甚至乎 半年後 才會有機會來到香港 那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不到實物 就給不到一些 實際 看過 用過 試過的 留言給大家 這個 分別都幾大 還有 拍不到照片 拍不到影片 那些片和照片 大家都看到 官方 全部官方 這個 會差一點 LG 本來應該有個大 大 是的 這些都是 看不到 沒有了那種 氣氛 其實 CES 已經好 去年 如果 看回九月 去年 IFA 那個 網上 發佈會 簡直是 完了 甚至 什麼 有 一個人過什麼 就是 最有印象 就是 LG 有個 口罩 但那個口罩 是 他趕完 跟著 Alan 都戴上來做一次 就 不覺得 有什麼 很厲害的事情 希望 今次 CES 就 在一個 新常態下 做到一個 成功的 虛擬展覽會 我有擔心 就 今早 這個 數碼 的 市場 很慢 是 很大問題 我覺得會有一些 一起踩進去 其實 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提外話 都是圍繞CS 它今年 可能讀者不知道 就是 CES的官方 主辦機構 就是 做足 所有事情 譬如 它有參展商 有 Visitor 有 我們 媒體 全部 都要 之前 登記 拿了 資料 拿了 Password 也 都是 有 整個 展覽會 不同 日子 不同 主題 有什麼 有什麼 主題 有什麼 活動 有齊 你可以 按時間 進去 這個 就是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 譬如 以往 我們要看一些記錄 或者是看一些 講座 以往 我們就要跟 它的時間表去 譬如 我去到美國 我今天 有三個記錄 我要聽 我就要 那個時間 之前 跑定去排隊 入場 好了 今年 你網絡看 理論上 就沒有這個人數限制 是的 還有就是說 我錯過了 因為美國和香港 有時差 很多時候 它的精彩的記錄 就是我們 03 04 究竟你睡不睡呢 其實它就會 保留 所有記錄 的 Streaming 在CES的網站上面 保留一個月 就是我從現在看 看到2月15號 我都還可以上去看 我不怕錯過 只要我 不是說要趕第一個時間 就是 Live 這樣看 其實我可以 很私私言 慢慢看 慢慢去了解 或者看不明 看多一次都還可以 有這些好處 但是那個不好處就是 少了很多 現場的互動 因為 因為參戰商很多時候 其實它為什麼要放一個展覽呢 它 如果我沒有展覽 我放一條片上去 或者好像Sony Samsung 我放一條45分鐘的 揭露 放上去 只有一部電視機 聽到大家 爽了 我猜不到 Samsung一部電視機 可以說45分鐘 好了 說完之後 那怎麼辦呢 其實它是少了一些 人與人的互動 又或者是 譬如我站在這裏看 我不明白 我可以直接問 它會解釋給我聽 又或者是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展覽會 是透過 我們 即是參觀者 不要說只是記者 參觀者站在去 第一時間看 那個感覺 是feedback回給那個品牌 原來在市場上 那些人的興趣是這些 咦 他們的問題多數是這件事 因為在CES 舉行完之後 到那個產品真的賣街 其實中間是有一段時間的 可能是幾個月 甚至乎半年 那這段時間 其實那個產品 還可以做一些修正 又或者在市場的 宣傳功夫上面 做了一些survey 知道了大家的feedback 好了 但你現在做online的情況 這個互動就沒有了 那 你要透過其他渠道 去拿回users 或者消費者 在市場上面的feedback 可能是透過我們media 可能你們在我們下面的留言 罵 有人看到 即是 這件事是會有一個 很深遠的影響 還有整件事的成本 即是 好像 現在很多網站 即是很多發佈會 我在CES發佈也好 其實好像Sony 或者Samsung 或者其他牌子 它是在CES期間發佈 這些video的製作其實都要成本 究竟他擺錢去做這些 發佈的video 還是他們做多些其他的after sale 或者是marketing上面的工作 其實整件事是要鋪排過 但如果這個exercise做得多了 或者熟習了 或者大家發現了 所以原來他是另外會有一些 現在想不到另外的好處的時候 可能 將來 就算疫情過了 恢復一些生意的往來也好 這種虛擬的展覽會 可能都會變成常態都不定 我自己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 怎樣都好 一個虛擬的展覽會 如果它是宣傳足大家知道 或者上面發佈的東西 是很有份量的時候 譬如我們過去 我們只有一個同事去美國 去達到CES 現在可能我們有五六個同事 都達到CES 是多了很多的 達到的人一定多了很多 至於每一個人 會得到多少 談不談到一些生意 這個就是後話 因為其實香港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很多一些商業的展覽會 香港其實都很多的 他們都是在做一個虛擬展覽會 究竟發生什麼問題 譬如一些海外的買家 來到香港 上了這個虛擬展覽會 平時可能沒什麼做 我都著行著行走著 撞一下沒什麼 正好 可能你擺出來的東西 我正好我就去去談 好了 虛擬的時候 我怎樣去 collect我的資料呢 還是 傳個E-mail給大會 由大會去match呢 大會那些match 我們也收到了 最近的版權展 題外話一點點 香港也在搞版權展 正式就是下個星期一開始的 開始收到一些match的email 其實那些是亂來的 你會見到 海外買家不知道你是什麼公司 就是靠你一些bilingual 中英文的一些公司簡介 或者產品簡介 服務簡介 去看你公司對不對 其實他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那就亂發 就好像那些真mail 收到那些 其實沒有在現場走 沒有在現場走現場聊 小企是很吃虧的 就是我從小到samsung sony 我拍一條 荷里活大製作都可以 那很美的片 大家會夾到一些消費產品 但是一些小公司 我可能是做trading的 我買火牛的 我怎樣搞 是吧 是啊 其實一個展覽會 是很多這些小公司 或者做一些商業的 產品 或者是做一些service 或者做一些零組件 尤其是零組件 尤其是零組件 我怎樣去講 還有一些 譬如說 好像ER這些現場體驗 是啊 是很慘的 是啊 所以 如果展覽會變成虛擬 大品牌可能有著數 因為它可以直接到更多消費者 直接到更多消費者 但是對一些trading的公司 是投行的 就是我買component的 可能全世界有很多工業商 有些可能中東的廠 有些買家他們會來香港找的 因為可能便宜 因為後面是大陸很多resources都便宜 我覺得是比較有規模的視點 它的成功與否 其實對將來整個展覽頁 影響是幾大的 可能更重要 我講電視機 那兩部電視機 打算鬥死 但是可能大家未必懂得到 但是我們會看著它的發展 因為可能未來的影響是相當之深遠 看看它成不成功 或者完了之後 我們再做一些總結和大家分享 甚至乎可能找一些廠商 做廠的上來看看 他們平時都飛去CS 今年它沒得飛 他們又怎樣看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那我估計 下個星期可能有幾天 會見到大家到不行 因為有很多東西 大家留意著 我們下個星期的Gadget Live 應該都有最少兩三集都不定 是的 留意著我們幾時會有直播 可能有些驚喜給你都不定 好了 如果大家對我今天講的 有些什麼意見 或者問題 歡迎看回我們這條片 無論是Facebook 或者Youtube都好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看到會回答大家的 好了 那今天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